2024年10月23日经济趋势注定解体 在1971年以前 商品的定价权一直都属于黄金 要么是实物黄金给商品定价 要么是金本位货币给商品定价 黄金自古以来的角色都是一样的 由于二战过程中 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都流入了美国 战后就只有美国才能发行金本位的美元 非美国家由于黄金短缺 则无法发行金本位货币 只能使用金本位的美元作为储备来发行本币 这就让美元具有了垄断地位 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同时 美元开始代替黄金 行使国际商品的定价权 并成为贸易结算货币 但从本质来说 这一时期的商品定价权依旧属于黄金 是黄金在给美元撑腰 这是美元黄袍加深的时刻 充当着国际储备货币 商品定价货币和贸易交易货币的职能 这也是美元的权利 1971年美元金本位解体 按照原理来说 美元就应该丧失上述权利 但美国却在1973年 通过构建石油美元 将自己的上述权利保留了下来 在美国与沙特签订的协议中规定 沙特出售石油时以美元定价 进行石油贸易时 也以美元进行交易 这就是石油美元 由于石油是经济活动的血液和动力 当石油使用美元定价和交易之时 美元也就取得了所有商品的定价权 也成为所有商品的交易货币 各国也都需要储备美元 在美沙协定中 沙特等产油国获得美元之后 需要投资美国的国债 股票等金融资产 从美国人来说 央行印钞给沙特等产油国 完成了石油进口 这些国家获得美元之后 又投资美国 让美国人实现了美元回流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人得到了石油 付出去的美元 最终又回到了美国 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既然在石油市场上 实现了空手套白狼 美国人也不会继续辛辛苦苦地 继续从事制造业 就会在其他商品市场上 继续进行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当美国人在商品市场上 复制石油市场上的做法 进行空手套白狼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 从上世纪80年代石油美元 开始稳定运行之后 美国的制造业开始不断外迁 美国本土的铁锈带开始形成 并不断扩大 美国的进口规模和贸易逆差 不断扩大 美国人开始摇旗呐喊 推动贸易全球化 外赛看来冠冕堂皇 在全球化过程中 可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但本质上 也是为自己的空手套白狼服务的 而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 就是最典型的标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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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当产业不断外迁 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之后 就会给美国带来以下问题 第一 财政收入增速 开始受到制约 政府债务开始上升 所以从80年代里根执政开始 美国政府债务率开始连续上升 四代危机之后开始飙升 第二 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过程 就是美元不断输出的过程 也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过程 美债是美元发行的保证金 所以 这也是美国政府负债率上升的过程 这就导致美国目前的政府负债率 已经高达120%以上 美国不断向外输出资本 是全球化可以持续推进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随着美国政府的负债率来到100%以上的危险水平 一旦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唯一的结局就是爆发美债危机和美元危机 此时 美国政府就必须推动逆全球化 希望回收制造业 目的是 延缓甚至阻止美国政府负债率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开启关税战的根源 但要逆转全球化 由全球化所形成的低利率环境就会不再 而且 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不断攀升 还会不断推升美国的通胀率和利率 这直接导致美国政府的债务成本快速上升 而债务成本快速上升的结果 就是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开始加速飙升 这让美债危机 美元危机声咚咚作响 此时沙特等产油国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随着美国债务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债务危机的逼近 美债随时可能违约 美债违约有多种方式 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日本央行所采取的方式 那就是由央行控制国债收益率 以达到降低政府债务负担的目的 让政府可以继续执政下去 一旦政府开始债务违约之时 就意味着美元违约 美元价值将剧烈下跌 此时沙特等产油国所持有的美债等美元资产 就会遭受巨额的损失 如果美元爆发恶性通胀 美元资产价值将快速下降 这些国家将直接成为穷光蛋 他们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 结论是石油美元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美国产业的不断外迁和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最终就会导致石油美元的解体和美债危机与美元危机 到这里有人会说 美国可以回收制造业 然后就可以化解上述问题 美国很多农场主只能花高价雇佣墨西哥人等等 农场招不到足够的合格工人 美国很多农场主只能花高价雇佣墨西哥人等等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想尽一切办法要重建制造业 但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至9% 那些重建制造业的口号最终都成了泡沫 这就是人文精神流失的结果 没有重大事件 比如欧亚大陆的世界大战 没有重大挫折 比如美国遭遇类似70年代那样严重的通胀 导致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跳跃式下降 没有工业技术的跨跃式进步 美国就不可能重建制造业 2023年 美国的零售总额约5.2万亿美元 贸易逆差1.06万亿美元 巨额贸易逆差都需要通过美元输出 来弥补 一旦美元失去石油定价权和贸易货币的地位 也就失去了绝大部分国际储备货币份额 就无法继续大规模输出 当美元输出 无法弥补超过1万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之时 美国的通胀会上涨到什么样的位置 美元将贬值到什么程度 这就是石油美元解体带来的灾难 伊朗石油出口已经使用欧元等其他货币进行定价和交易 伊朗正在研制核武器 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 对以色列沙特等产油国就具有了强大的威慑力 在中东的话语权就会大幅提升 为了自身安全以及利益的需要 沙特等国当然也可能跟随伊朗去美元 所以目前以色列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战争 本质上就是美国的战争 只有打垮伊朗或推翻伊朗宪政权 美国才能避免石油美元的加速解体 总有人说世界还离不开美元 石油贸易也离不开美元 第一 美元是债本位货币 欧元等都是债本位货币 美元已经没有丝毫的不同之处 第二 黄金这一自古至今的无国界货币 随时都可能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第三 伊朗的石油交易已经在定价和交易中 完成了去美元化 俄罗斯的石油定价和交易中 也已经实现了去美元化 为何沙特等产油国和中国等南方国家 就不能去美元化 所以这些朋友的说法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当然也因为美国不断祭出制裁措施 中国和南方国家开始在双边贸易中 不断推进本币结算 但由于美元在大多数场合 依旧具有商品定价权 南方国家就依旧无法完全绕开美元 在进行贸易活动之时 只能先以美元定价 然后再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这就要求南方国家依旧还要储备美元 依旧怀抱着美元美债违约的巨大风险 所以伊朗在中东推进石油定价 和石油贸易的去美元化 在符合中俄裔利益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沙特 伊拉克 阿联酋等产油国的利益 所以目前的中东战争 本质是中美俄大摊牌 这样的结局 从1973年 基辛格与沙特达成石油美元交易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 随着人文精神的不断丧失 以及石油美元的注定解体 让作为一代帝国的美国开始从顶峰滑落 虽然无法证实 金正恩将朝鲜援俄部队卖了2美元.5亿美元 但是确实派遣朝鲜士兵去俄罗斯了 10月19日 朝鲜派往俄罗斯的第一批援俄先锋营约400多人 正式进入库尔斯克前线并投入首战 该元俄先锋营在贸然越过一片开阔地区 向乌军阵地呼喊口号应攻时 当朝鲜特种士兵列队通过开阔地时 突遭到乌军美制极数炸弹覆盖式打击 视频显示 只有短短的12秒钟 该先锋营基本被团灭 现场画面惨烈 哀嚎遍野 令人唐木结舌 乌方消息人士称 乌军对朝鲜兵进入俄罗斯前线作战 事先早已有准备 早在朝鲜先锋营 刚踏入俄罗斯领土 就被美国卫星锁定 其一举一动 尽在掌握中 这也说明 和中国军队一样 朝鲜军队对现代战争 尤其是高科技战争支支甚少 也没有受过鲜血和残肢的视觉冲击 信息闭测 导致士兵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过于自信 从而在战场上 竟然不加任何掩护和分散 大摇大摆地通过开阔地向前猛冲 乌军 只好痛下杀手 韩国总统尹熙悦 俄罗斯的胡作非为 以及朝俄之间鲁莽的军事联盟 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威胁到半岛和世界各地的和平 韩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韩方一情报官员透露说 韩国政府和军方正在考虑向乌克兰 派遣一些情报人员和战术专家 他称 如果乌军俘虏了朝鲜士兵 这些人员将帮助进行审讯 或提供翻译 他们还可以向乌克兰 提供有关朝鲜军事战术 理论和行动的情报 同时 韩国正召开会议讨论 直接向乌克兰运送155毫米的炮弹 具体细节有待后续 请不吝点赞订阅